看到說很多環瓶的問題都已經被操控 甚至於他們現在就想說 乾脆就直接把它當作參考就好了 第三個呢 除了環瓶之外 他們要解決用水、用電還有土地的問題 他們要求把台灣更多的農地也變成工業區 他們要求工業用水 就是我們的民生用水跟農業用水 要掉波10%來補足這所謂的工業用水 這是非常離譜的事情 那如果有在那邊開會開了兩天 然後這些人就是大老闆 然後跟我們的官員在談的時候 你會嚇一跳 因為他談的是什麼 談的是你家的事情 他在談的是怎麼樣把你家的房子拆掉 怎麼樣去強佔你家的土地 怎麼樣去將你家的孩子 跟太太、妻女抓來當奴隸 當你聽到的時候 你會不會很害怕 很害怕你當然你去出來講 然後講的時候你就會生氣 你生氣就陷入他們的圈頭 他就說你不禮貌 然後在裡面當然會有一些真質 當然董事長他就講了 然後這個是張書芬 那我也很生氣 那當然整個影片裡面 董事長當然站起來好幾次了 手指頭這樣這樣子好幾次了 那我們當然會很生氣覺得他在講的是台灣人 因為他們在討論是台灣人的整個未來的發展 但是片面的20秒的影片他就詮釋說 董事長沒有這樣講 然後你們都誤會了怎麼樣 然後就是撇開了慘發會議 因為我今天不是在講他在罵什麼 我今天在講的是這個 現在已經要做了 如果大家還在說 這個計較螞蟻腳上兩根毛的事情 那今天我就分成兩個重點 台灣的環境問題跟我們能夠做什麼 我先從生態系統的破壞來講 當時前天我晚上的時候我有講到說 中海拔1800公尺到2500公尺 是全台灣叫你量最大的地方 所以它是一個叫做心臟的地帶 什麼叫做心臟 心臟就是當這個地方受傷的時候 就叫做一刀斃命 就是一刀斃命 就是說今天如果說中海拔的生態系統 它沒有辦法維持的話 那下面都不用講 它會潰爛的 那什麼叫做生態呢 什麼叫做生態 那如果說我們看到課本上面講的生態 生態的定義叫做環境因子 跟生物之間的關係 不是嗎 但是 是